如果選了Rex的好角色去打賈克斯 那KASA就沒有角色了 也不能說沒有角色 而是可能要處於被動的狀態 馬娘 選了馬娘 有賽馬娘 還是有料的 跑起來 場上玩場下也玩 這個熟練度肯定高 好 你說 今天一個人有24小時 他除了8小時睡覺 12小時 都跟那個 都跟他有關係 都在培養默契 你的大真好用 這邊的阿祈爾大 賈克斯大跟傑莉爾大都很好用 這把CF喔 真理的陣型我得收 手真的偏短 團戰很厲害 但手很短 沒關係 他們選的很LPL 用客偏選的很LPL 打架起來超級厲害 所以選的是抓野 卡塔走去來抓 想要套路 沒找到 直接來抓下 可以來Gank 但飛艾也會到喔 這裡準備露頭 要留人並不容易 直接往前滑 看一下瑞爾的位置 從後面來 直接Q閃在這邊滑走了 卡塔沒有留住 也沒有踩到 State就站著 往前直接射 這裡很尷尬 卡塔位置 可能要被留下 後面還有呼嚇的登場 他是有閃的喔 瑞爾是沒有閃的 這邊看一下有沒有Q閃 沒有 看起來是拉掉的 對 其實最主要是搶了一波回家的優勢 打不死 還有一拳嗎 打不死 打不死 沒有 閃也也不死 這裡 舉拳 呼嚇要下去搶 中級對決 搶不了 搶不了 這裡喀莎用Q技能拿到對面有閃 喀莎是沒有閃的喔 左邊位置中度打得起來 互相的碰頭 1-6選的先把Gory給推走 這個呼嚇真的很了解喀莎 喀莎好像不太了解呼嚇 柏仲之間喔 打起來就是有點柏仲之間 因為呼嚇就是都有點小贏的感覺 不能說是誰比較厲害 我只能說是瞭解的程度不同 沒錯 沒有遇過 沒有遇過 這都是經驗的差距 哇 這在中路位置 Gory想嘗試 但後面有個舉拳男 往前 火步連擊直接連上 再偷了大的Gory一推 直接這把推走 但後面一個閃現1-6越過了自家的殺兵 是對手推出來的 直接殺掉了Gory 喀莎看到自己紅沒了 應該是能判斷說呼嚇是在上半圈的 有資訊的 對 是有資訊的 不要說什麼上帝視角 這個紅就在那裡 不見了 有人吃 那這個人一定在上半圈 Driver交的閃現交的很好 是反而被對面給推了 反擊碰到一轉 反身暈眩但還是被Z給空出 跳了一個眼鏡 看一下瑞蛇Q3沒中 往前敲 這瑞蛇往前A後再QE直接拉開 這裡成功的這三個完成擊殺 但瑞兒死了 喀莎被扛死了 後面位置 直接出 非常危險 因為說已經往前開始做追擊 殺人對面AD再來殺輔助 法境草叢加起光盾 這裡怕被換直接把技能交了 BUFF應該是紅區 現在有的新路線 直接閃線騙你閃 但對面是選擇先交一再交閃 這裡呼吸啊 除非他是 除非那個人一了馬上閃 是 或是閃了馬上一 剛剛其實是有操作畫面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先看 先看 這裡蹲的當下 喀莎在這個瞬間看到了紅BUFF 沒了 對啊 這裡應該的情報就是 對面上半區有人 我只能說他有意思了啦 他甩個Q要走了啦 但是意思不夠多 還是被抓了 對 這個 沒什麼意思 想多了 但 在上半部這裡 沒想到是一換一喔 喀莎在最後其實是 不知道是死在塔下 被小兵打死的 反正在最後上半部的話 他是沒有活下來的 他這個死的有點離奇 對 毫無邏輯你知道嗎 看一下 他這個死的毫無邏輯 他為什麼會死 他這個血超多 他多扛了一下 多扛了一下 然後塔超痛 結果塔超痛 這個塔的傷害 不太對喔 我的評價是 不好評價 不好評價 你曾經的對手 不好評價 不好評價 曾經的對手 不要不要這樣 小調嘛 第一把而已 第二把沒有沒有不是第一把 第二把而已 第二把而已 我們期待一下 之後的表現 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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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波都打完 下半部吃小龍 BYG的人已經開始移動 往下半部去做遊走 阿啟爾TP 從後面要來 一個牽線牽在 是順的臉上 同時滑牆過去 分已經留住後頭 阿啟爾也已經感到 隔牆的殺兵戳擊 再一個V字滑石 舌頭必須交閃 右邊的喀仔也只能撤隊 這波 先來看一下 這一波 CFO先行的開團 後面視野沒有拔掉 這也是 全新紅色方 一個全新的牆壁嘛 現在小龍區可沒這麼好近喔 對 真的很煩 沒錯 我玩到現在還是很不習慣 每次要GANG一下 就被這個牆給擋了 都要能位移的 同時利用這個TP 打了一個支援差 16先到了 反而是後面 Gory是慢到的 因為他是先回線 反而是把線給 舊瓶裝新酒 這種效果其實都還是有 剛剛就我們提到的 推走 是Gory脫單 另外邊16 滑回來 這次的畫面 BYG人是知道的 選擇果斷交換 來下半部拿塔 有個TP要來 是卡桑蒂要來就 點塔就完事 看到卡桑蒂TP下來後 趕緊離去 對面三個人 隱焰 隱焰增強了我覺得 很適合艾克處理 來看一下上半部 要推塔 受不了直接推 Gory是推到兩個人 KASA同時騎了進來 但塔順勢的掉落 同時連KUSHA都推 而且後面有做出來的分 直接秒掉了Gory Gory倒下 KASA只能吃著捨捨的一個加速 趕緊往右邊走 但有個TP要來 滑起來 這邊順在後面直接打住了 持續的主角殺分 但後面加個加克斯 直接暈到了捨捨捨捨 使得加了一個閃線打開 至於兩個招營師技能 脫逃了這波範圍 這波BYG一瞬間 是五人的一個集結 往上一夾 把上路的人 給殺了一個 同時還拆掉了上路的外塔 有機會嗎有機會嗎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有機會嗎 死了 滑要好了 新版路線 一個超秀時機 往前再滑行 再度追擊 在對面也能滑 可惜了 右邊位置包圍網也已經來了 是趕到戰場的Rate 直接CC流出 但Driver能跳斬 後面繼續追擊 KASA加了一個輸上Rate 再繼續追擊後面兩個TP要來 有閃線暈 有閃線暈 這個TP能抓人嗎 這個TP能抓人嗎 對Gory趕到抓人會是Husha Husha一個集權 沒想到一個鎖鏈 在他面前再加一個酷3 一個火鋪連擊 原來是偷來炸絕 直接秒掉了Husha 隨著Husha倒地CF 來利用預示的往中路 一撞直下來加速節奏 一個首先再次的牽到 是要走回來的Driver 所以反應波爆轉起來 暈到兩個人 但後面還有雙槍 繼續輸出 這波瞬 將對面的人全部打滿 成功的打贏了 這波團戰 這波外援的價值出來了 這波外援的價值出來了 這波裝備又好選 現在鬼刀的CD值又很高 怎麼樣就反應波爆進場 當然偷了一個大後 Gory直接將去的電話 踏在地上彈起來Driver 但Driver也會彈 同時活步連擊跟上 後面KASA一個回擊 是拿來做逃跑路線 但對面還可以持續的追擊 此時順感到他的滋熱獨路只能少 但救不了隊友 KASA直接倒地 瑞扯雖然飛了過來 往前再做滑行 後面有人包圍往KASA 左邊來跟著Gory 這是一個終點的聯動 往中路 要來抓 抓的是Driver嗎 看到Driver直接挑起右翼圈 直接控死Driver沒有反擊風暴 他選擇跳斬 要隊友幫擋子彈 這一波Driver竟然能吃了 究竟電話後成功的跑掉 這個TP從後面爆超 所有人要抓的是 KASA走過來 但對面還是正面的開團 要抓的是116嗎 這波Gory推的並沒有很好 後面瑞扯趕到戰場 但是他想要支援隊友 顧曉衝進去卻發現 好像沒有太多目標 他走了窄口去下眼神 撤出來 只是KASA一波開戰直接衝進去 開到了正面的位置 分並沒有倒下 交了一個閃線拉開 後面GG了追擊 鎖練沒有牽到 但瑞扯還可以持續利用Q3 直接挑回了116 將這波下盪 由後面的瞬拿下人頭 又等死吧 所以這個角色現在 有點尷尬 就是他的定位並不明啦 所以我說現在他們的團戰很難打 正面直接騎掉 薩爾會是KUSH嗎 會想KUSH想走 但正面被KASA給擋了下來 中 這樣子賈克斯的分推 就是要持續下去了 吃了屠屠少少看 最後CFO是用壓力 把中的2塔給直接爆掉 就是跟線上比啦 是 這個版本就是中上的版本 我自己看了 AD還好 因為AD的裝備 並沒有增強到那裡去 反正是中上的裝備很厲害 唉唷跳展 Driver 怕逃亡已經開始了 沒有人可以追上他也是真的 Driver跑掉了 拆了一個外塔 是 但對面人還是要開戰 KUSH又再次感到戰場 射途少了起來 這次偷了一個非愛的大絕 看要舉誰呢 沒有選擇舉 卻可巴隆的情況下掉落巴隆 沒有一個TP要來 不要去選擇 還是要來開戰 KUSH起了一個拳子不要衝進去 但巴隆已經掉了自己 被賣了一個險金 這上雖然有個路路的護盾 還是遲到的鎖鏈 這邊輸出全部往裡面 怪卡塔這一行 直接騎出了兩個人 但就有電話反彈三個 他起了位置很好 在後面不斷地開戳 這裡瑞澤選擇先用大絕 在一個RT能拖戰拖到 是滿血的分地沒有 他會輸出空間 DFO只能五人趕緊的撤隊 後面賈克斯往前持續的跳躍 但剛剛衝進來的KUSH自己也只能叫閃 拉開這一波 從巴隆一路從洞口 追到中路的外塔 DFO五人雖然健在 但都得撤隊中路的塔可能要掉 TP來開 後面有個TP 竟然是個現眼 準備要趕到戰場 下半分是KUSH抓到了Slay 2 中路的塔已經掉了 同時KUSH來到了戰場 KUSH來到了戰場 一座競走之間跟鎖鏈 正面先牽死對手 但後面選擇進場的忽小 是拖延的時間 但隊友完全跟不上 他只能交閃現過牆 在風龍的地形開始逃避 但面對的是瞬 正面位置 剛好防備這一隊E6 選擇衝了金軍 但他也沒有太多的空間 射滿一擊蓋著 但沒有辦法救出自己 這一波路線一瞬間 就拿下兩顆人頭 左邊還有在回家的人 掃眼金軍的RT 發現分已經回家 傷害可能會稍微缺乏一筆 他自保能力覺得是很強的 那就得看其他人的發揮了 正面位置CC連續的控制 卡上帝還有一個打不 就可以捏RT 隨著自己捏一下 搭上了隊友吃龍的速度 成功拿下了風龍的龍魂 後面開始滑行就是順 反擊風暴沒了 要打Driver是不太容易的 正面外塔已經被E6 蓋了一個蘇瑞瑪遺跡 現在CFO人只要往右下走 正面想持續的追擊 但面對的是一個RT 是一個卡上帝沒什麼辦法 瘋狂拉著 CFO人只追出來 RT開始黏人是抓到了Driver 反擊風暴沒了 反擊風暴沒了 後來施益開始少 無可能是Vusha 但施益路距離是有點短 HRT一個Q3舉起 團戰順勢開啟 右邊位置非常 Einsatz 要不要操作一下 右底是Vusha 被自己的大協給舉起後擊殺 隨著Vusha倒地後面的分野 被Carta給挑擊後擊殺 後面雖然E6滑得進去想殺 但SSAN直接拉到一個安全的位置 之後加了一個閃現 想擊溃一下對面的AD 但SSAN還在一個安全位置 可以持續的輸出 RT位置非常尷尬 這裡往前一跳 來自SUN RAT 和 S 交遊了順 這是一波來自CFO的零幻舞 OK 零幻舞 那比賽也要結束了 哎呀 沒辦法 這波團戰 打得非常激烈 但CFO可是一個人都沒有倒啊 沒辦法 就 前面講了嘛 就是操作空間的問題 尤其是左邊很依賴反擊風暴 就是他們 右邊輸出會斷檔 就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賈克斯舉反擊風暴到順領上 他的輸出會被斷兩到三秒 陳真一位 我現在的意思是 他有給予的 他就有給予的